上星期,入华牧师开始以答问方式 继续讲解星贼启示录的第二部分 问题一,Plan X有两次到访 一次是在4500年前挪压经历洪水 另一次是在3600年前的津埃及 为什么Plan X的轨迹一个相距4000多年 另一个却是相距3000多年呢? 答案是,每次Plan X的来到 它与搅大恒星、太阳之间的距离 导致Plan X每一次来到 离开和从来的时间都不同 Cobrine Bible记载 埃及的观星家和科学家一起研究 结果得出下一次的循环 是在3600年之后再来 古苏美人和其他古老的民族也记载 他们的记载可信性甚高 因为人类近几百年 才得知地球是晴圆形的 然而苏美人几千年前已经记载地球是一个星球 并且处于隐石带 他们记载Plan X上次来到的时候 好像打桌球一样 将地球撞进去现时的位置 并且使它和月亮维持现时的轨迹 故此,这个隐石带是因为撞击地球而产生 这些撞击正是影响Plan X每一次来临的轨迹 据现时最可信的研究 Plan X是围绕双太阳系的两个太阳而飞行的星体 另一个太阳应该是一个黑太阳 Dark Star 而下一次Plan X再能的时候 可能是千禧年之后 带来新天新地的开始 问题二 问题二 Plan X引致挪亚大洪水毁灭全球所有人类 另一次是摩西十灾 部分的人和文明被毁灭 是不是很多研究Plan X的人 都会将这两次灾难 这两次文明混淆呢? 答案是,会的 因为有太多的disinformation 假资料 有人说,挪亚洪水灾难 是在几千万或者几百万年前发生 有些甚至说从来没有发生过 如果只是计算九大恒星位置的转动 当然,所有事情也会慢慢地演变 不过,这个并不合乎现实 因为《弹以理书》被人知道 人类的科技就像V形一样下滑 突然之间会消失 当时代,科技先进 该人的时代,甚至能够坚承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文明又会突然之间跌到谷底 然后再会慢慢回升 即使在80年代 NASA也都描述太阳系是双太阳 Planet X围绕着这两个太阳运转 所以,大灾难的出现 要视乎Planet X来到的时候 地球和它的位置如何 问题三 各国古文明都记载Planet X和地族转移 记得这些信息的人 是灾难的幸存者 还是堕落天使 告诉他们而写下的呢? 答案是,浪亚事件 有机会是堕落天使将资料给人类的 但是摩西时代 即是较多是由人类记载 例如Coblin Bible 就是记载他们当时的文明 很多古文明和Coblin Bible 也都有记载 当Planet X经过地球 会消毁很多人的记忆 在浪亚时代更为严重 除了浪亚 其余的生还者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文明记载 并且,浪亚之后 全世界只有八个人 因此,堕落天使更加容易影响他们 问题四 Q-Shot出现之前 天上会不会出现红龙的现象 让第三次世界大战当中的人 都感到害怕 然后Q-Shot出现呢? 答案是 这个是不奇怪的 有关红龙的说法 除了Math-Shifton Coblin Bible 甚至苏美人更加绘画了图画出来 所以,启示录十二章 提及天上出现的大仪像 有一条大红龙 天主教也承认 我们正在启示录八至十二章这段时间 当Planet X接近 会因为太阳的正电 出现放电的现象 燃点起来 当银石、碎星 经过太阳的时候 会因为它本身的原料不同 而产生蓝色、绿色、白色、红色的光 历史记载 Planet X来的时候 必定是红色 圣经提示到 这条红龙会导致三分之一的基督徒 在信仰上崩溃 因为这个苦人的铲难 就是饥荒、地震、海啸等灾难 导致人的两极化 这个全部都与Planet X有关 而苦人的铲难却又是与红龙的出现有关 所以Planet X可以对比这条红龙 因为启示录是利用天上星寿来作对比 这个正如苦人亦都对比处理了 以此确定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Coblin Bible记载 Planet X在地球受到最庞大影响之前的 数个星期或者数日才能够见到 因为它的轨迹 是由太阳系的南方拐弯上来 并且在它未有发光之前 是要用红外线望远镜才能够见得到 这个也是为什么 过去NASA和梵蒂岗 制造大量红外线观测站 以及发射人造卫星到太空作观测的原因 但是现时政府在空中噴灑氧化氯 令到软红外线或者红外线都被折射回宇宙 所以民间使用红外线望远镜 也都未能够观测到Planet X 直到焰点起来才能够体见 Adams预告 Q-suit发生前会有二少 Planet X导致太阳 向它发出太阳风 引发地球的Q-suit 问题五 Planet X对地球最大的影响 将会出现在2012、2013和2014年 可不可以再有一些深入的补充呢? 答案是 这个是七年大灾难的开始 在2013和2014年 Planet X对地球的影响最大 太阳活跃期 一向都是平均在10.5至11年 NESA在2008年之前 按住Cycle 24 活跃期应该在2011年或者2012年 接着太阳活跃期会急剧下降 2013年和2014年 甚至接近零 但是在2009年 NESA却是改革化 太阳的追活跃时期 是在2013至2014年 原因是 他们要将估计遷就现时Planet X 来到时候的现象 踏入2012年 太阳活动确实活跃 并且种种的现象 包括地震、火山、气候的转变 灾难、人的情绪等 也都说明Planet X是接近当中了 而到2013、2014年 灾难性影响最为剧烈 之后的后遗症需要上百年才可以恢复 问题六 早期2012讯息 曾经提及 当地球向着一个方向转动 是因为南北极的位置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南北极完全倒置呢? 答案是 有几个理由 会导致地球向着不同的方向转 最大可能性的理由 是与2012年12月21日有关联 整个宇宙 都是因为星频创造组合而成 正如 一个简单的科学 南半球和北半球的水龙卷 它们转动的方向是相反的 原因 当水向着一个方向流动 会产生磁场和电力 在水槽当中 水龙卷是以直线走 产生流动 亦产生变 水会被磁场影响 而旋转流动 并且 南极和北极的磁场 对水产生相反方向 这个现象 亦都出现在龙卷风和巨峰 受磁场影响 南北半球的巨峰 是相反方向旋转的 并且 巨峰不能够穿过尺度 同一个道理 银河系 太阳系的旋转 亦都是与磁场有关 而旋转的平面称为 Equator 即是尺度 根据马亚连力 太阳系将会在 2012年12月21日 国际时间11时11分 由平面尺度的上方 穿到银河系的下方 按理论 地球亦都可能在这个日子之后 受磁场影响 作相反方向转动 这个 亦都是马亚连力提及的日子 并且 会冲过银河系的边缘 根据碳14的计算 过去冰河时期 和高温 全部都是一个循环 地球历史上 有高温的一瞬间 跟着突然改变 进入冰河时期 原因 太阳系同地球 是循环的sign wave 上去下来 经过中间点 每次回到这个位置 都会加能量给地球 从而导致地球发生灾难 这个亦都解释到 为什么PlanX 还没来到 太阳系的其中一个月亮 已经返方向转 并且 木星的巨型旋风 已经消失 另一个原因 PlanX质量比地球大4000倍 它的临近 可以将地球的南北极次长导致 这个就是另一个可能性 所以 对上一次发生地族转移 在摩西时代 距今大约 3500至3600年前 问题7 有很多历史记载 导致地族转移的原理 但是不为人知 Freemason或者天主教 透过什么的方式 可以全面操控所有资讯 让世人接触不到真知识呢? 答案是 当知识是源自某群人 他们刻意将当中的一半事实 告诉普罗大众资计 这样 大家亦都只能够接收到一半的资料 并且 他们有庞大的权力 令到 只有他们才能够取得重要的历史文物 所有平民百姓 都无可能接触到 因此 他们的知识水平 会比我们多出百倍 再者 当中还涉及到 Revium的知识 所以 苏八年前 英国人和Freemason拥有的知识 远远超越其他国家 再者 倘若他们不小心洩漏了资料 他们就会用改口的方式 例如 PlanX 这个名字起初是NASA命名的 但是现时 它是改口隐瞒 问题八 下一次的地组转移 会是90度的转移 还是是180度的转移呢? 答案是 这个未能够百分百肯定 因为 按照物理 科学 和历史的重复规律 可以了解 和预测一部分 但是对将来所发生的事情 已经超越了科学家 专家 甚至教会界先知的范畴 因此 有关地组转移 只能够从其他资料帮助 例如 圣经 Adams Webott Edgar Casey 等等 世上很少人接受地组转移 其中一位预言家 就是Edgar Casey 他所溃的地图 暂时是最可信的估计 而Webott 也吻合当中的预测 但是不管 转移的程度是怎样 内陆必定是相对安全的 因为海边城市会沉入水底 或者变成山脈 所以 好像主耶稣所说 如果不是 那个日子缩短 凡有血气的 都必定遭到灭绝 而按启示录所言 末后大部分人口 会集中在哥格 马角 这些地区 就是北位30度以上 内陆地区了 在总结感言部分 很多人泛民的问题 只是再重自己的疑惑 专号问难 即使别人作出了 圆满的解答 他们仍然是不信 原因 他们对逻辑不认知 不知道泛民的 胜利条件是什么 他们不断寻找资料 以为越大量的资讯 就能够证明答案的真实性 但是 资讯往往是有正面 也都有反面 人就因此认为 真知识不可信 甚至成为长头草 不能够落一个 有价值的结论 但是他们不知道 美国和Freemason 正于散布 Disinformation 假资料 挑动人的怀疑 例如 如果要知道UFO的真偽 必须知道它的胜利条件 世上可能有 99.999%的假资料 但是当中 只要有一张相片是真的 这样就满足了胜利条件 已经证明UFO是存在 无需再花时间 搜查其他的资料 因此 尋求每个真偽 每件事情的对与错 都必须看清楚 逻辑上的胜利条件是什么 亦因此 坚决不能被撒旦 训练我们的怀疑 多于被神 训练我们的信心 令我们成为 末后的愚昧人 今个星期 入皇牧师 会继续以 和资料源的答文方式 继续分享 《星祭启示录》的 第二部分